大家好,我是Ad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长寿花的装盆 其实长寿花 我这两颗买回来 这两颗买回来都没有画过盆的 那我们今天想看一下 买回来的时候 那个商家是用什么盆土来装盆的呢 首先就是这个 开爆盆的这颗 这颗我买回来到现在都没有画过盆的 它是用什么土呢 是用这个很细的 那你看这个花开得很好 这边还有很多花都还没开 那这些开拜的话应该 这个花都开得很久了 很久了 都有差不多有 一两个月了 已经开了 我是在阳光屋养的 可能阳光屋很有力的 那个光照 还有呢就是 放在闪色光 应该夏天太热了 你要放在闪色的地方 不可以给它直接暴晒的 这颗花生长得不错的 那它是用这个很细的土啊 那我觉得呢它是有原因的 好像这一颗花 这颗花我也是买回来 没有换盆的 就是开那个好像一个棕的那个花 它也是 它的叶片跟长寿花很类似的 它就是也是长寿花的一类 那你看它的根啊 我现在拆盆出来给大家看 这颗呢是用这个珍珠岩 跟这个很细的土 你看它的根是很细的 所以呢它不可以呢 不可以积水的这个 有珍珠岩啊 就是要排水的 很容易烂根的 它是很细的根的 那我这边呢 也是扦插了一盆啊 用水培的 你看它的根 是什么根啊 全部是很细的根啊 我这些都可以 可以转移到上盆了 转移到植料的种植 已经发到很多根了 这个 它的根就是很细的 所以呢 不可以 讲用那个植料呢 要保水的呢 也要呢 就是 也要排水的 那我今天呢 我就觉得呢 就是用这个淘盆 来符合这个条件 淘盆呢 因为这个质底呢 它又可以排水 又可以保湿的 它要多少水 它会 它会帮助呢 就是讲植物呢 保水的 好 也可以就是讲 很容易排水的 好 那我用这个植料呢 我觉得就是用这个 也要根据它的植料 用这个野糠 野糠就保水很多的 好 因为你浇一次水呢 就很长时间都不用这么浇的 好 有很有力的 对植物 那我今天呢 就想把这一棵呢 转移到这个 这个盆栽里面 那你可以呢 不用 不用这个 除掉这个 那么多植料 好 你可以这样子 盐装这样子 放上去 那就这个 填满这个野糠的空隙 好 最主要你 就是要看 它们是怎么装盆的 是讲 用这个 陶盆 跟这个 野糠的 配合 那就这样子 既保水 又排水 的 这个 装盆 那就这样子 比较 对植物比较好的 因为我那个球兰 也是用这个 陶盆 我觉得陶盆 种植好过这个塑胶的 塑胶的不透气 陶盆呢 就很透气 又 又保水 又排水 它又不会 太多水 积存在那边 也不行了 所以它有这个作用了 所以建议呢 大家 就是用陶盆 来种植植物 是最好的 对它的根 根系好的 好 那我等下就装满它 这个空隙这边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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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爐 准了 我 镖 他